三年前川普带头退出伊朗核子协定 如今拜登政府打算要重回谈判桌 伊朗也摆出欢迎态度 参与各国正在维也纳召开 圣一轮的间接会谈 参与国家还包含英中法德二 川普当初选择退出 是认为该协议不合理 并一口气拉高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伊朗则以有限度的提炼农所有作为回应 一方曾调如果想要重回协议 美国必须一口气撤除川普时期部下的重重限制 是一种旋律的接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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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然是不开心对伊朗的国家放松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跳出来反对 更敏感的是 多方会谈正在进行的同时 一艘疑似属于伊朗革命外队的货轮 萨维茨号 在夜门附近的红海遇袭 攻击者传闻就是以色列 但伊朗核子议题 问题已经复杂化 想恢复原状 即使与会各方态度乐观 恐怕都不是一蹴可击 三点新闻 终于好报道